古法龟钢开钢多久放龟 简单省心少花钱 零基础养龟养鱼 新手快速成老手 近在东龟先生古法养龟养鱼频道 火山时古法生态龟钢 开钢多久才能放龟入钢养龟 这是东龟先生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 另一个相似的高频问题就是 开钢多久能放鱼入钢 本期视频先来回复一下 何时放龟问题 对于养龟 我们通常说养龟先养水 但实际上 乌龟对水质的要求其实并不高 养龟我们需要重点解决的是 温差和安全感 前者容易让乌龟赶非常白眼 后者则容易让乌龟应激腐皮腐甲 巨石或豹壁 真正的水质其实并不需要养 从清水 绿水 泥水到粪水 不管什么样的水质 只要温差小 有安全感 乌龟其实都能适应 所以到底开钢多久能放龟 单纯对于乌龟来说 只要钢里的水不是新街的自来水 其实开钢后马上就能放龟入缸 视频中大家看到的龟苗 是冬龟先生开钢第二天就放龟入缸的 这个火山石古法龟缸 冬龟先生头天晚上开钢 然后加入自来水 沉淀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就放龟入缸了 单纯对乌龟来说 这没什么 只要水温稳定 缸里有安全感 乌龟就没问题 然而 对于无过滤设备的古法龟缸来说 放龟入缸以后 一个现实问题必须要考虑 乌龟粪便和食物残渣要如何处理 火山石古法龟缸的净水原理 是利用火山石颗粒吸附固定粪便残渣 之后交给火山石颗粒中培养的细菌微生物 例如腐败菌和消化细菌等进行分解转化 然后再利用火山石颗粒中栽种的水草植物 处理掉细菌微生物分解转化的 氨氮削氮等污染物 从而实现净水 但细菌微生物的培养 水草植物的生长 这都需要时间 最起码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细菌微生物和水草植物才能逐渐稳定 发挥出来净水作用 所以刚开刚 除了火山石颗粒本身的物理吸附作用 能使水质看起来清澈以外 其他净水作用都是没有的 乌龟粪便和食物残渣逐渐积聚而得不到分解转化 就会变臭恶化水质 这对乌龟倒未必会有什么影响 但对养龟的人可能结果很糟 收获一缸臭水 而且由于钢里水草植物钢栽种并没有扎根生长 在乌龟的干扰破坏下 很可能就烂掉了 这样整个钢就废了 就要翻钢 所以对于火山石古法生态龟钢 东龟先生的建议是 开钢以后至少要养钢一个月以上 两个月左右时间最好 用这个时间先把水草植物养旺盛起来 之后再放龟 开钢基本百分百成功 很多人开钢后屁大点功夫 就把乌龟放里面去了 东龟先生不客气点说 这样开钢失败率非常高 关键是有些人还舔着脸 我就说这种钢不行吧 水臭了植物死了 每种养法都有自己的运行原理 火山石古法归钢稳定运行的前提 就是开钢后先要耐下心来 等待细菌微生物和植物生长起来 否则它是没有净水能力的 当然 这也不是说在一两个月的养钢期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基本开钢三到一周后 用于除枣除残渣的黑壳虾 花腰虾 苹果螺 田螺等 用于除蚊子幼虫除油膜的青江鱼 用于观赏和除残渣除蚊子幼虫的金丝鱼 斑马鱼等 就可以陆续往钢里放了 这样养一两月 水质稳定了 细菌微生物和植物也都生长好了 就可以正式放归入钢了 这是稳妥且成功率高的方法 那么有人说 我开钢不久就放归 难道真的不行吗 也并不是说绝对不行 就是失败率高 且面临的问题多 对于开钢就养龟的古法龟钢 东龟先生并不建议 如果真要这么做 那么建议如下 第一 确保钢大 龟少 龟小 水体大 东龟先生这次开钢就放归的古法龟钢 是长度一米二的 宽40厘米 水深15厘米以上 并且放钢里的还都是小龟苗 且数量不多 十之以内 水体大 本身就有一定容纳污染物能力 再加上龟小龟少 粪便残渣产生量小 小心维护还是容易开钢成功的 如果钢小 水体小 龟多 龟大 开钢就放龟 很容易造成水臭水质崩溃 第二 多放漂浮植物 这种植物放入水面 很快就会开始生长 从而发挥净水作用 以此来弥补钢开钢净水能力不足问题 第三 控制喂食 减少食物残渣产生 每次喂食量要少 最好很快全部吃完 少量残余可以搭配工具鱼虾螺进行清理 或者直接捞出来 食物残渣未经消化吸收 对水质的恶化能力比粪便强 所以务必要减少残渣产生 第四 经常抽底换水 发现钢底粪便和残渣多了以后 要及时抽底 直至一个多月以后 细菌微生物培养完毕 基本上经过上面四步 我们开钢不久 就可以放龟养龟了 但从省心省力角度 东归先生还是建议 开钢后还是先养钢一两个月更好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